感受科技与娛樂唯一體的輕鬆悠閒 體驗多倫多唯一的桌面感應遊戲技術 帶給你的各種新鮮KTV遊戲 全新的數碼娛樂理念引領潮流悠閒方式 E&T Karaoke提供你最時尚的私人觀唱空間 地址505 Highway 7 East 地下一層 娛娛647-996-5211 今天娛樂CSA的主角又是梁思浩 大家都知道梁思浩離開了香港電台之後 未來在11月就會在大阪的全新數碼電台開咪 今次他開咪的時間亦都是早上的時間 跟他之前主持的風騷快活人絕對打對台 很多人都說風騷快活人現在換了梁榮忠之後 好像反應真是幾差 在網上還只引起了一片粉絲的馬戰 很多梁思浩的粉絲都忍不住 現在的節目真是大不如前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一起娛樂試一試 梁思浩主持了風騷快活人這麼多年 而且十年來都是香港最受歡迎的電台節目 一次過突然之間不轉時 當然他有一班粉絲都是非常之不開心的 但是有傳是因為梁思浩打算就叫他之前那兩位白湯 跟桂花田他們一起過檔這個數碼電台 所以在港台方面就覺得非常之不開心 要梁思浩立即離開 梁思浩已經打算在11月 在大班的數碼電台再一次開咪 亦都是同一時間主持這個新節目 擺明就是跟風騷快活人對陷 無論怎樣都好 梁思浩真的離開了 所以港台方面都要找個人頂他的位置 所以他們決定找梁榮忠去做風騷快活人 現在已經做了一段日子 有很多梁思浩的粉絲在網上說 現在風騷快活人一點都不好聽 說主持人沒有做功課 而且只懂得笑 他說以前的神水已經沒有了 其實一班粉絲就打算在港台留言 去罵現在風騷快活人的主持人 包括梁榮忠 但是港台方面就把很多罵人的comments 全部刪除了 所以一班粉絲唯有去到梁思浩的微博留言 就算這件事一班記者 當然要找梁思浩去回應一下 思浩都說自己做了這麼多年的確會有很多粉絲 他說他都發覺是一班粉絲在港台的網頁留言的時候 被人刪除了 只有好東西留下來 所以令到他們迫不得意才會在他微博留言 他自己都說說起做功課 其實他之前回到電台的時候 每早上七點鐘就已經在電台找不同資料 世界博地不同的資訊他都看完 由於自己另外兩位拍檔都是有家人 所以搜集資料的工作就交給他 他說每早上七點已經在這裡做了 所以他說做功課一定非常之重要 才可以做到一個好的節目 當然一班粉絲在網上罵風騷快活人不好聽 而且有主持不做足功課 矛頭直指全身的主持梁榮忠 梁榮忠說自己非常接受大家的意見 他說如果為罵而罵那些就另作別論 他自己就說自己都很努力做功課 每早上八點半已經在電台看資料 如果大家覺得他沒有做功課的話 真是冤枉 其實他自己都知道 梁思浩之前真的有很多粉絲 他接手做風騷快活人之前 港台跟他說過一定會有很多反對的聲音 要他有定心理準備 所以他說現在面對著網民對他的指責 他說自己一早已經有定心理準備 說那麼久是自由八重公投